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结婚作词离婚作剧第八集 上期我们说到宋元的身份报告 一行人来到世贤家里私聊 慧领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并问起宋元的年龄 两人如何认识的 宋元一一回答 世贤想帮忙说话 被慧领呵斥 闭嘴 见儿子被如此对待 世贤爸妈内心还是有些不舒服 慧领强硬审问宋元 世贤妈看不下去了 毕竟韩国特别注重长幼礼仪 宋元还比她大十岁 文言慧领更加不爽 直接称呼宋元为大婶 世贤爸绑枪 你才是大婶 大婶是对已婚女子的称呼 见讨不到好 慧领继续瞄准宋元 断定她是故意接近单纯又有能力的侍贤 众人看不下去 宋元被欺负 纷纷帮她说话 宋元根本就不是如此有心机的女人 此刻慧领重叛亲临 大家都护着小三宋元 世贤爸劝慧领 不要追根究底 这样大家都能相安无事 慧领忍着怒气 看到宋元手指上的戒指 又抱怨着世贤没送过自己珠宝首饰 世贤辩解 她送过慧领手链 只不过价值六百万韩元 慧领没放在眼里 还嫌便宜了 世贤爸吃惊 一条手链六百万 太奢侈太奢侈了 尽管世贤与宋元强调戒指是分手礼 两人已经结束 但慧领心中过不去这个考 人是回来了 但心已经不在身边了 世贤解释自己很努力重新爱上慧领 慧领怒气成中 无法消气 眼见大家为这件事备受煎熬 世贤提出离婚 慧领陷入癫狂 疯狂抽打的世贤 一直沉默的宋元忍无可忍 大声说着 他们之所以产生感情 就是因为世贤会向他倾诉婚姻上的问题 事出必有因 比如慧领吃不完婆婆送的小菜 会全部扔掉 在世贤过生日时 只准备一碗素食海带汤 同样身为女人 她都觉得难以忍受 夫妻应该是互相珍惜 互相付出 哪怕回报对方七八分也行啊 而不是一味的高高在上 只想当女王 并斥责慧领没有夹角 不该在对方父母面前打别人家的孩子 父母看到该多么心痛 事到如今 宋元后悔当初劝何不劝离 不然也不会导致今天这个局面 听到宋元的肺腑之言 慧领同意离婚 不服气的为之前的行为想公婆道歉 但事实是 事前爸阻止慧领殴打儿子 让她有话好好说 而宋元没有指责 慧领在这段婚姻中的不足之处 反而以大局为重 为现在的局面向大家道歉 还一个人扛下所有 她因一直怀不上孩子 被前夫家嫌弃 离婚后见到了帅气的世间 便想试验看看 是否是自己的原因才无法怀孕 没想到一次就种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宋元愿意搬家 不再卷入这些纠纷 以后与孩子相依为命 说完宋元离开 事前爸妈紧随其后 将宋元送回家 慧领心气不顺 吴与丈夫竟然被老女人迷成这样 她无法释怀 追在事前身后吐槽她没眼光 竟然挑了个李国昏快五十的大神 事前言不发继续工作 这可让慧领更加心烦 虽然烦心 但当她看到事前手机里公公发来的关系短信时 慧领还是下床 为事前热了打包回来的饭菜 夫妻俩坐下吃饭 事前刚准备用餐 慧领又开始叨叨 她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事前会爱上那种大神 说出去连狗都会嘲笑她 其次慧领不满 丈夫给别的女人送钻戒 事前听着没有一句反驳 晚上事前爸妈躺在床上 对宋元的十大体赞赏有加 为了保护所有人 她竟自毁形象 扛下所有责任 能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 真是个有志欢忧善良的女孩子 相比之下 慧领的确让人畏惧 尽管夫妻关心让慧领心烦 但她却十分敬业 依然精神满满地迎接工作 这天慧领播送着听众的困惑 她是一名49岁的单身男子 一直没有遇到 想要长相厮守的对象 平时她与三位已婚的 职业女性一起工作 却突然喜欢上了其中一位 她不知道该不该表白 此话一说 三位女士都不禁看向事班 以为投稿的人是她 听众们的留言古花霸门 有支持该男子表白的 有让她想清楚的 不然一不小心就成为小三了 慧领说着自己的想法 也许对方家庭生活看似幸福美满 但其实不然 外人看见的也许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不如哪一天约对方见面 稍微透露下自己想法 根据对方的反应再做定夺 碧颖那边 季母又给她断去下了药的甜品 碧颖正准备喝下 接到丈夫电话 放下了手里的碗 转身去换衣服 接院长回家 季母一脸不怨 碧颖竟然对她心爱的季子被注视 我的爱太恶心了 碧颖自要丈夫后 两人一起来到第二场 院长特意预定了房间 准备了香槟 与碧颖果然失见 可碧颖没有带睡衣之类的物品 院长又开始甜言蜜语 那我做你的36.5度恒温睡衣 碧颖沉浸在幸福中 她为不昏足感到惋惜 需要清晨体验 才会明白夫妻之间的羁绊有多深 两人幻想着未来 到七老八时 他们会更加真实对方 携手度过晚年 不惜两人说着情话 拥抱在一起 碧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院长也做着自我检讨 想对碧颖更好些 带她去济州島 过一个月二人世界 院长的每句话 都撩拨着碧颖的心 另一边的寂寞就不大开心了 她一直等到凌晨 也没见夫妻俩回家 便带着她躺在夫妻俩床上 幻想着邻聚临与院长接触 次日院长开工作会议 她这才知道 俄美因为连续喝酒 还自杀被送到医院 会议结束 院长照例巡查病房 分手后是她第一次见到俄美 见俄美还在睡觉 院长淡定的向同事介绍 对方是自己美国朋友的女儿 还没手下将她转到单人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世贤爸打心底里喜欢宋元 还想着与宋元一起过年 本来世贤妈还对惠领有些抱歉 毕竟先出轨的是她儿子 她儿媳妇竟然当着自己的面 殴打世贤 这种行为着实让她不满 一开始 长辈们看惠领父母移民海外 可怜她独自一人在韩国 对她照顾有加 包容着她的一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实在是过分 俄美醒后院长去看她 毕颖工作为借口 下班后陪伴在身边 不巧毕颖的母亲突然犯病 被从菲律宾赶回来的小姨 送进院长所在的医院 小姨得知 毕颖从未来看望过母亲 直接打电话 把她抽骂一顿 听说母亲晕倒 毕颖乱了方寸 焦急地打给丈夫 可院长忙着跟情人私会 没有随身携带手机 见联系不上对方 毕颖只能先赶到医院 一见面 小姨不由分说的就是一巴掌 大骂她是不孝女 母亲都病入膏肓了 作为女儿竟然不管不问 小姨不结婚 就是怕生下像毕颖一样 狼心狗肺的子女 毕颖关心地来到母亲身边 并询问医护人员院长在哪里 护士告诉她 院长在峨美小姐的VIP病房里 毕颖一路找来 在病房门口看到两人拥抱在一起 这一刻 毕颖受到双重打击 眼花耳鸣 无法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 没走几步就贪婪在地 小姨见状上前扶起外甥女 这时院长从病房出来 望着犀利的模范老公 毕颖晕倒在地 被院长保护了病房 此时院长还不知道 毕颖看到了两人拥抱 以为妻子是受到院母重病的打击 轰了过去 为了保险起见 院长安排峨美转院 不久后 毕颖醒来 强行起身 叫醒在沙发上陪床丈夫 开门见山问院长 额美之谁 院长的笑容瞬间消失 看着眼前一脸严肃棋子 本集结束 好了 紧张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美冲 每天定时打卡 美冲包举 一整天 嘴角向外卖哟 拜拜 从下集预告看来 院长似乎承认了出轨 而碧颖提出了离婚 真的很好奇 一直以来温柔贤惑的碧颖 会怎样对待出轨的丈夫 和破坏自己家庭的小三额美呢 嗯